桃園中林内定里15号发生铁皮屋火警 原来是违章建筑 但族人乘租多年却不知情 造成16户家庭一夕之间无家可归 中央与地方协助紧急安置后 过了两个礼拜 结合各界捐助物资及善款 16户家庭也已经证实找到租物的地方 一开门可以看到诺大的客厅 角落堆放各界捐助的物资 徐妈妈说为了节省生活开销 这一栋房子是由三户家庭一起乘租 但因为房子才刚找到 为了打理孩子生活起居跟就学 来不及采买家具 可能这家用好就去工作吧 你们是几户一起 三户 空间OK吗 目前还OK 小孩子可能就是要买 因为有两个小孩子不能跟大人睡 要买床铺吧 真的很感谢牧师 还有社会大陆对我们的帮助 不然我们也没办法住在一个很温暖的家庭 大人准备复职上班 孩童也开始上学 负责处理16受灾户 处理各界捐款的牧师表示 不包含政府与社会单位补助经费 善款总计有220万 按照各家庭人口比例所需 发放给族人 由于过去族人乘租中立内定里的旧家时 地主并没有告知是违章建筑 如今因为电线走火酿成意外 地主无可避免有责任述失 因为我们的族人不知道那是违贱的 在沉住的时候 地主没有告诉我们的族人那地是违贱的 有请我们的原住民的议员来协助我们 对这个地主来有一些的获取的礼别的这些事情 还好过新年前族人终于找到可以暂时居住的地方 族人说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生活跟工作 尽快回到正常轨道 让家人可以有新希望迎接新的一年 支持一幕 大家订阅中立 请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